第四季节目 水来啦 你不穿过去 我不圣母玛利亚吗 我拿水干啥呀 我稍微给她喝呀 啥呀 还给我吧 醒醒吧 醒醒吧 侵略者的铁蹄 飞奔而来 中国的大好河山 沦陷 沦陷 所有国人 拿起武器 那些侵犯我国土的敌人 会被全部消灭 我是战士 我是英雄 我是 等等会儿啊 我是啥玩意儿 我忘了我是啥 啥呀我是啥 啥玩意儿 你是谁你不知道 我问你我是谁呀 我哪知道你是谁呀 我哪知道你是谁呀 不是我 什么叫你你不知道 我问你是 我在这抗日歌谣里头 我是谁呀 问你我是谁 我是中华的儿女 是颜黄的后裔 我是天空最明亮的陈星 别演了 你们真的以为自己是战地演出队啊 不不不不不演就不演 我告诉你老白 给我一句痛鬼话 你跟那帮鬼子到底啥关系 你是个中国人啊 你为啥就日本人啊 鬼子也是人 而且他们受了伤 你治得了他们身上的伤 可你解不了他们心里的毒 杀几个战俘改变不了大局 那起码能让大伙心里头输的 原来你们的安全感 就是要用鲜血来换 是吗 那你们跟魔鬼还有什么区别 小鬼子现在在中国的地盘上 他们才是魔鬼 他们放下了武器 也远离了战场 他们现在只不过是几个受伤的人 错 是受了伤的鬼子 把鬼子留在身边 就等于安个定时炸弹在身边 随时都能爆炸 他们在我的真实里 我不会让他们走 那 那你那么费劲养他们 您图个啥呀 什么都不图 治兵救人 就像我对你们一样 我也会给你们治兵 是吧 如果我见死不救 这才是医生的耻辱 不是哪 什么废话 你说 到底为什么死产鬼子 你到底是不是汉奸 有的 有的 你看看你们多可笑 真是难为你们几个 就那么愿意打听别人的隐私是吗 你松开 松开我就告诉你 兄弟 松开 松开 你让他们都坐下 我和大家讲 好 大伙都坐下 听听 上帝在天上看着我们 我下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我 我 白小天 我回国是为了救人的 医学五国节 可是医生 有国籍 送货会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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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安倍 那个时候一天我要做了四十台手术 可是你们知道吗 我真正能救活了的人 没几个 药品尽缺 一车即就要运到 荡块的鲜氧八五层体 能够送到手术台上来 不到十分之一 有的时候为了一瓶青霉锁 需要用人的命去换 我能做什么 我是个医生 我能做什么 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商人们 躺在那里去等死 上海文献 我眼睛里看到的 到处都是中日士兵的尸体 什么叫人间地位 哪儿都是 我心意四想离开国际 可是我知道我离不开这场战争 因为哪儿都在打仗 当时我就发誓 不要听从主的声音 为全人类服务 而不是为了某类人服务 所以只要我还活着那天 我就要去救更多人的命 我就要去救更多人的命 那个时候 你这种太多痛苦的常人 真是太多了 所以我只能靠打马飞来马匹我自己 让我暂时从痛苦的回忆中抽离出来 是 你说的什么我都听不懂 我就知道你私藏鬼子 告诉你们啊 你们要是愿意听的白火 就继续听 在这里面 我就逼把我的蛇 送我去救她 黄显 我去救她 快点 不能去 是幼儿 等于我们上钩 绝对不能去 收嘴着 消嘴着 全祸 没有动 别动啊 你混蛋 快停 剑刀鬼 混蛋 可恶 救命 狙击手 狙击枪 太装过他 我相信一定是那个小货 那个被通缉的马鲁达 马鲁达 就是那个 传说从狐鲁收容所逃跑的家伙 投客给我 混蛋 童鲁 别这么样 不行 不能过去 现在 不能过去 我还需要他 再打一发 什么 再打一发 才能够 确定他的位置 为了引诱我们 他不会 一枪毙命的 可是 这样的话 童鲁会死的 追降 这次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这次 太好了 看看哪个 请中火力 对面山坡 向着 十一点钟方向开火 小队长 三把打开你声音 皇上 我不是老子 我这么想 他们怎么会在那边 师长 他们的路线 似乎和我们正好相反 武则这个家伙 是个交叉的混蛋 你能够得功勋 既敢欺骗我们 对 真好能使 您随我奋进 夺取属于自己的荣誉 绝不能让这个家伙 阴谋断场 对天皇而战 出发 不行 阴谍收剧 阴谍收剧 阴谍 阴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的搞不通 我想不通 为什么 你们要去这样想一个善良的人 去怀疑别人 好 陆先生 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多空闲时间 我希望你能够真正地静静听听上帝的声音 而不是去装上帝 什么大杠 鬼子 走 干啥呢 别开枪 都是我的 这就是你救的 小的时候我娘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猎人救了一只受伤的狼 可是等狼好了之后 却把猎人给吃掉了 这就是三只 还剩两只 所有人反射武器 否则我杀了他 你他妈敢 干啥 我爱上我 谢谢你 这个略定 谁让你开枪了 老李你没事吧 老李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先歇会儿 老吕 这畜生你从哪儿担来的 闪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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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呀 进队小队长 你为什么昏倒在这里 不在哪儿 其他人哪儿 好 士兵们 都被 被一个狙击手杀掉了 五脏小队长也许没有死 一个狙击手 他在哪里 应该 应该往山里跑了 我倒是想知道 炮弹和子弹 哪个更厉害 老吕 十一个 几笔九个 跑了一个 谁说国军不行了 谁说国军不行了 都像礼部这样的人 谁都打不进来 还真是 老陆 带他回来 看你能不能问点什么 跑掉的那个鬼子 可能会引来更多的鬼子 好 来 让我 那个 那个谁 鹰子 快 你会日文 你过来问问他 老板娘的姐姐在哪儿 我问 别来 北云抓走那个女人 我姐姐呢 我姐姐 我姐姐在日本 你去过日本吗 像你这样低劣的中国女人 是不可以踏上 我们日本的领头的 你说什么 你杀死我吧 总比马路大杀死我要好 我是因为失误 才落到马路大水平的 就算你再逃跑 你也是一个马路大 来 马路大 要旅餐了 不舒服 老公 把他交给你处理了 我累了 你能不累吗 我早就听说过你的故事 你的白头发的马路塔 杀死了你的战友 把我吃掉战友 装死 逃到收容车里 抽走了武器 才活到了今天 我没有收获 说谎 我没有说谎 他害怕的 他真的害怕的 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人瞎说 是因为你怕把这件事情传出去 可是你弯弯没有想到 我知道你的事情 为了活着 杀掉了他的战友 他为了活着 吃掉了战友的尸体 到现在 他的嘴边依然残留着战友的血迹 他的牙齿 咀嚼着战友的肌肉 那味道 一定很好吧 Action 这是人家队那么凶 不除了 杜仁 不要开火 请不要开火 武藏小队长GG special 还在里面 关开 你现在跪我们指挥 若都要依见 可以追随武藏 为天皇之于 是 人类炮鸡 不敬 老母娘 早就交给你了 老弟 你带着大伙往山上跑 走 快 走 老子 跟我走 姜子 跟我走 走 快走 走 快 快 拿着自己的帮 赶紧走 快走 快回来 秋草快点 快 老林快去 老林 秋草 快走秋草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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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个火力才跑 抓你们 撤 撤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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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林 鬼子说的话都是屁话 我们得活着 我们得杀鬼子 我们还活着 老林敢杀他 让步 让步 那 人呢 Mohammed 空 空 空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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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看看 你们能跑多远吗 快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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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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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走 走容易 打 走 小队长 反抗分子 已经逃到山上去了 清水军 上山还有别的路吗 已经侦查过了 只有一条 上山的路 后山是悬崖跳下去 彼死无疑 为了不增加无畏的牺牲 我们要一亿代劳 等他们断粮 缺水后 再一举消灭他们 会不会浪费 很多的时间 你懂什么 用这段时间 把中队长青岚 看我们剿灭这股反抗分子 都会迷茫的 在中队长面前 展现我们勇猛的 战斗作法 对于 我们 整个小队 十分有利 原来是这样 您坚实过人 那边是什么 那边是什么 他发现了 无脏稍尾的尸体 无脏稍尾是如何遇碎的 他是被 震天队长 你的炮弹 炸死的 炸死的 你可想好了 再说一遍 他是怎么死的 炸死的 他是一个自负狂妄的家伙 因为大义 而死在敌人的枪口下 他是在战斗中 被反抗分子打死的 请砍下他的手臂 将骨灰送回本土 炸死的 武藏对他 他 他还活着 我看到了 他的手指刚才在灯 他依然还活着 混蛋 黑狗黄狗得子大海 我的好兄弟 不是说好了 土生故死吗 咋也不知说好了 东上入门 炮灯 炮灯 你是我亲爹 别嚎了 再嚎鬼子该上来了 不能变 你说起你 那什么破地儿这是 咱们困在这儿做啥事啊 死了我几个好兄弟 扔了啥你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真是 我们吃的可不多了 不是说鬼子不进山吗 嫂子您看您说的 那鬼子上来 她也没告诉我呀 陆兄弟 说到底我们不是兵 就打不了仗啊 对啊 老爷子 没让您打仗 咱现在叫啥 咱现在叫防守 您回头看看 地势险要 浑然天成 鬼子压根就上不来 鬼子上不来 咱也下不去 你别忘了 咱们市区开平 还有九天了 老李你看你急啥呀 等咱突围出去 三天就能到开平 用不了三天了 这些人 一个个的都被冻死饿死了 到时候 小鬼子不费一枪一弹 拎着咱们脑袋 就去请宫了 秋草还有事 我没事啊 我身体硬着呢 这儿风景挺好啊 舒服啊 丫头这句话我还听 人挪活 树挪死 不挪不舒服 刚才呢 我给大伙探了个当 咱现在在这儿 北面 东西两面 全有鬼子的部分 所以咱要去开平 只能走南面 南面 南面是悬崖 就是 神也下不去啊 人家妈呀 咱是犯了哪条天归了 那死了还不能落个全尸啊 这真是太倒霉了 马素师皆庭 霸王困乌江 死到不怕 就怕死得憋屈 白大夫 你那个弟哥哥还管用我 你要是想信教啊 我可以帮你介绍 这年月 谁救我我信谁 我想起来了 白大夫 从现在开始 别再提你那弟哥了啊 为啥 为啥 弟哥是啥人哪 神仙吧 那是外国的神仙 外国神仙管外国的事 不管中国的事 在咱中国地盘上 咱不败土地公公 不败山神爷爷 你想咱们这一大票人 咱们不倒霉 谁倒霉啊 陆兄弟说的这个话 有理啊 这可得罪不起啊 抬头三尺有神明 别让小鬼把咱抓去 信仰是个人之头 谁也无权干涉 特别是你 还有你们 卯充上帝就 就该要接下场 我告诉你老白 你别跟我犯劲啊 怎么了 我们这样全都是为了你 为了摸你的底下呢 你是个大夫 从现在开始 你把你那破绳筋给我扔了 我们跟你既往不咎 谁有伤你给谁治伤 谁要没伤的话 你给谁揉揉腿 晚上打起来全指望你了 你给我挺好了你 真是 我走了 你干啥去啊 我去拜拜真神去 找一条下山的路啊 钟队长 死了 死了七个 死了 他们 终于谁在同意之群下 反抗分子中有狙击手 他的枪法很准 吴将军的情况怎么样了 他用错误的力度把我支开 独自弹队在交火中受众伤 却被反抗分子俘虏 我及时赶到把他救出来 到现在他的意识还很不清醒 连队参谋长 平春大佐发来电报 他怀疑吴藏军的受伤 好像另有原因 平春大佐却怎么肯 他怎么会亲自过问这件事 平春大佐是吴藏军的输舍 真神 混蛋 对不起 撤去 周队长 五藏军英勇复生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经过 看来大佐很了解战况 中队长 请原谅我和叔叔进行了联络 很多人都在看新野中队的笑话 中队长 您是前辈 也是我一只尊敬的人 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如果新野中队有人触犯了军纪 您是否会维护他 触犯军纪都要接受惩罚 如果这个人是您的同乡 并且和大队长有着亲属的关系呢 军纪如山 我一定会主持公道 叔叔也是这样 告诉我的 他说中队长 您一定会秉公处理这件事 中队长 请您看看 这些弹片是否很熟悉 到底是重武器 还是土质的地雷 这是我们自己的炮弹 我肯定他来自真田虎的窥赠 朕得说 无上自己人很正常 要不是天皇保佑 您现在捡到的五脏将是一具尸体 只凭这些弹片 很难有太多的说服力 这不是无上 这是确凿无疑的谋杀 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说我要付出代价 来 进来 周队长 山天君当时就在真田虎的旁边 您可以问他 告诉我你知道的情况 你要知道军法如山 我反复向春天湖社会报告情况 武藏队长 武藏队长可能就在山庙中 可是他 他却下全力抛击 他甚至威胁我们 要我们不要说出真相 老李 累了 烦了 烦啥呀 你 你 我咋不烦你呢 我知道 你是嫌我话多 但是咱哥俩混在一块儿 我总得知道你老家在哪儿 家里头有啥人 娶没娶媳妇吧 没亲人 没娶亲 家在关外 关外啊 关外好啊 有大秧哥 还有高龄大豆呢 可现在叫维满洲国 多长时间没回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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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